当时我也说过 我不再做大型训练 因为以后我要做巨型演唱会 当然需要的啦 真的太久没来 实在是好久不见 孟威时隔四年再次来台 庆祝出道满三十周年 举办幕后光年特展记者会 他也难演兴奋心情 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怎么好像一下子就三十年了 好夸张 当然很开心因为这些年来 做了很多很好玩的事情 然后就得到很多人的对我的爱 那今天他们也还在 你们都在 所以很开心 我是用念力把今天这场台北展示 对啊 促成的 因为做香港的展览 然后不如那我们北京也 刚好有找到一些机会啊场地啊 然后北京也做了 然后我就一直说 台湾那必须要来啊 我就一直想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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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来 然后今天就有今天这个合作 其实是特别的兴奋 因为真的太久没来 好多啊 我自己翻简报啊照片的时候 就是哇 花了很多时间 因为一直自己在回味啊 特别喜欢就是有时候拍完的电影啊 或者一些照片 或者MV的衣服 我如果可以存下来 记住的话 那我都会记住 然后我的东西也收藏的特别好 那现在隔了那么多年拿出来 然后哇 就像新的衣服一样 今天放在展览里 大家可以近距离的来看看 除了准备展览 送给粉丝30周年的礼物 来庆祝 做过的东西 我又不想一直重复的做 当然不是说不会再做演唱会 当然我还会站在舞台上 30年还是要庆祝一下 所以就想想出了这个啊 做一个展览 先做这样的一个暖身 可能明年还会有一些表演演出的计划 可是就不会是以前的那种 密集性的演唱会 当时我也说过 我不再做大型巡演 因为以后我要做巨型演唱会 当然需要的啦 今天你要考虑一下大巨蛋的部分 对啊 当然我对于 各式各样新鲜的东西 都特别感兴趣 相信粉丝们听到这个消息 一定充满期待啦 八大采访组采访报道